阿萍T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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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阿萍 我是阿萍 今天是我們的禮拜呢所以我們來轉鈕看囉 那今天呢是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角落生物 那他這一次的角落生物做得很好 就是他又是 完全不用轉蛋殼 他就直接這個他們自己本身就是轉蛋 他只要打開他裡面還有一些小小的 可愛的 角落生物這樣子 對對對還有四種 他還可以這樣子疊起來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可愛 好那今天的轉手就是 我啦 就開始了 開始 藍色 第一隻就是藍色 你喜歡藍色的喔 那你還是喜歡的 什麼 咖啡色 咖啡色 同卡子 同卡子 再一次都全部欸 啊 白色的嗎 對 這白色的 啊 好興奮喔 呃 哦 重複了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抽三個就好了 預防萬一那個藍色其實是 下一個 對 好 那我們就回家開箱囉 回家開箱 回家開箱 好 我們回到這 回家了 開箱 我超愛超愛 那個叫什麼 角落生物 角落生物 因為我覺得他們還很可愛 你在台灣就超想轉 但都沒有遇到 超怪的 然後剛剛好就在日本可以 看懂了 好 那來打開吧 這個現在台灣也有 對啊 所以很可惜 就在這個時候的時間 時間才那個 好 首先介紹這隻 魯白色的角落生物 先把下面的這個東西打開 我覺得這個環保的轉蛋真的很棒 因為不會浪費那麼多的蛋殼 然後蛋殼很多也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好 先把他打開 裡面有這個盤子 先放旁邊 然後裡面就是像這樣子空的 這樣裝上去 通常環保的話 就是都會從中間這個地方 開破 然後裡面裝他的零件 或者是同伴 好 蓋起來給大家看 角落生物的樣子 這個是貓咪的鬍鬚嗎 什麼意思 熊加貓 是這樣嗎 我覺得 好 身上有這個斑點 很可愛的斑點 小尾巴 對 小小的一個 一個尾巴 那我們把他的這個 團子 很可愛的團子 放上去看一看 掰掰 其實他這個真的很滑 就是 就是 地震可能都會掉了 地震我們可能要先衝過去 搶救他們 喔 好 那給大家看 他 放上去像這樣子 兩角的話就像這樣子 可以擺在家裡面 就是 很療癒 如果沒有展示櫃的人 可以擺在書桌前面 看到就會有精神了 好 好 下一隻是 團子 不是啦 欸欸欸欸 亂講亂講 好 可是這個 真的看起來超像團子耶 這個角落生物 好 這個可以拆掉 這個完全不用到 那這個也是從中間打開 噗 然後一個炸蝦 欸不是啦 什麼 炸蝦 欸 真的超像炸蝦的 你不覺得嗎 是小雞吧 小雞嗎 小雞為什麼會有這個 小雞的攻擊機罐啊 是 嗯 那下巴咧 怎麼沒有下巴 下巴 下巴就 就不見了 就被牙手擋住了 好喔 那我一直有一個疑問 這個到底是什麼 剛才上面 又講他那個也是一樣 為什麼要有這個 知道了 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好 好 那這一個角落生物呢 這一個 他這個炸雞 他這邊有一個平平的 那就跟剛才又講 放的那個一樣 也是放在他頭上 基本上 這個角度看的話 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羊角的話 這樣子 超可愛的 他其實這樣看有點像小豬耶 那為什麼炸蝦 一定要在他頭上 我其實有點不了解 好 下一隻是這一隻 藍色的 我覺得他有點像老大哥的感覺 那有點像恐龍 他後面也有那個 那個背棋 好 他有小尾巴 他也是一樣 從中間打開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 恐龍 恐龍吧 生出來是 一隻小蝸牛 小蝸牛 然後這隻小蝸牛 根本就是 那個 二四元的 所以他那臉只有一邊 他另外一邊完全沒有 有點詭異耶 那他呢 基本上不能放在他頭上 因為他 下面 他這個平的部分 應該是沒有辦法放的 我試試看 對 會滑 會滑掉 所以 蝸牛應該是放在他旁邊 這樣子 好 那就讓 角落生物們團聚吧 不知道各位這樣子 有沒有覺得超級無敵可愛的喔 超可愛的 擺在 跟那個 上禮拜的那個 水豚 水豚擺在一起 我覺得一定超棒 而且分不出來誰是誰 分不出來啦 分得出來啦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不妨在下面 我跟電話按讚 那如果想持續 並且觀看我們的影片 就幫我們按一個訂閱 下禮拜也是會出喔 那我們下一個禮拜再見囉 掰掰 掰掰